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来英国御用大律师Tim Owen代表抗辩 事件引起牵然大波 要知道国安法案件可能涉及国家机密 或者外部势力的问题 有外国律师参与其中是会有机会洩物的危机的 所以律政司就事件提出反对 但在10月19日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批准 黎智英聘用Tim Owen来讲抗辩 10月28日律政司入品高等法院上诉 可惜在11月9日被驳回 11月15日律政司向上诉庭申请向中院提出上诉 去到11月21日 高院拒绝律政司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 终于去到11月22日 律政司直接向中院提出上诉许可 但在11月28日中院三名法官班下判辞 拒绝律政司上诉 坊间有评论指 中院这个裁决是将程序公义凌鸡于国安利益之上 令人反思到底法庭审理案件的司法程序 是否比保护国家机密国家安全更加重要呢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1月28日的晚上 就事件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并提请人大释法 其实如果司法机构在处理上诉时 能够以国家安全为先 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 我亦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是会将程序公义摆在国家安全之上的 何况今次审理案件是涉及国安法 所以更加应该由国家安全作出发点去考量 来又说回香港 香港现时有103位资深的大律师 地位等同于回归前的御用大律师 即是与Tim Owen差不多的级数大状 有103人的 为什么还要去外求呢 去找英国的御用大状来打这些官司呢 有人提出疑问 如果没有本地的大状接手这宗官司的时候 又可不可以请海外律师呢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在12月4日一个电视节目中 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说到如果没有本地的律师接手 又不容许海外律师作代表的时候 就可以将案件移交回内地审理了 谭耀宗指出 将国安法案件移交内地审理 法例已经有相关的条文 根据港区国安法第55条 如果涉及复杂的境外势力介入 特区政府无法有效执法 以及国安面临重大的现实威胁 在这三种情况下 案件可以交回内地审理 正如谭耀宗所说 当没有香港的律师接手 香港政府无法公平审理案件 当局是可以考虑将案件移交内地的 而市民也对司法机关审理这件案 传有疑虑 担心黎智英会被放生 存在是否有效执行的不确定性 当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特区政府都还可以上诉 问题是 既然存在这种情况 也都要符合港区国安法第55条条件 众所周知 香港现时行使的 是港英时代遗留下来的普通法 而港区国安法 即是以内地实行的大陆法系 为基础去赞写的 即是说 惯用普通法的香港律师 都未必能够在处理国安法案件时 发挥十成的功力 何况是海外大壮呢 所以 现在内地审理 聘用内地熟悉的大陆法的律师 可能是对抗辩中有利 对被告会更加公平 也有反中人士冲出来抹黑内地的法制 将内地形容到洪水猛兽一样 说上去审的话就会变成冤浴 有入无出 总之就是有几恐怖 讲到几恐怖 其实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失忆呢 还记不记得十二门徒案件 他们是在中国海域犯事 接受内地审讯 复刑期满之后 一个一个是无穿无烂的 移送回来香港的 只要一个刑期未满的邓启燃 还未回来 有没有他们所说的有入无出 预计人大最快会在这个月底释法 到时会不会出现无律师接手 会不会移交内地审讯 还是未知之数 一切都是要等释法结果出来 之后才知道 我们会继续密切和大家跟进 今天星期到此 下个星期再见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